欢迎您收看股市简报 那些支持这个信任的人应该趁着还能盈利的时候退出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每日电讯报的Questor专栏 由于Mitwine国际投资信托基金经理的离职 以及另一位基金经理即将退休 投资者应该出售该基金 该信托基金对于新基金经理带来的增加风险 没有提供足够的补偿 尽管该信托基金近年来表现强劲 但其他具有类似业绩记录的信托基金的交易价格 更具吸引力 该信托基金也缺乏收入吸引力 其股息收益率为1% 而其他信托基金的股息收益率超过4% 安大略省政府对数百万来自投资违法者的资金 未被使用感到不满 加拿大环球邮报 安大略证券监管委员会OSC 被投资者维权人士指责存在潜在利益冲突 因为其提议使用从执法罚款和处罚中收集的资金 来资助新的技术项目 OSC目前有1.23亿加元的罚款和处罚款项 但在上个财年只花了700万加元 用于投资者教育 向举报人支付报酬和赔偿受害投资者 尽管监管机构可以将执法资金用于赔偿受害投资者和资助教育 但它只使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拟议的规定将允许OSC加强其信息技术 数据获取和数据分析能力 并为其经济增长和创新办公室的项目提供资金 加拿大投资者权益促进基金会Fair Canada反对该提议 呼吁将这些资金用于赔偿受害投资者或支持为投资者发生的非盈利组织 该提议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将于9月18日结束 这个企业拥有继续提供闪耀和光彩的正确要素 英国每日电讯 化妆品供应商Walpin London自2020年9月以来 以四次上调盈利预期 并且在经济停滞或疲软时处于有利位置 该公司提供价格实惠的产品 如口红和粉底在艰难时期需求旺盛 它还成功扩大了其股东 尤其是在美国并计划在中国发展其电子商务业务 Walpin的股价在过去一年翻了一番 其估值仍然具有吸引力 预计2023年的市盈率为18.8倍 为什么即使这家中国巨头的股价暴跌 你仍应继续购买 英国每日电讯 Process的股价并不如预期 导致基金经理乔鲍伦福伦德出售了他的股份 然而根据Citywire的报道 投资者不应该效仿他的做法 原因有四个 Process得到了16位表现最佳的基金经理的支持 腾讯的股价上涨了75% 监管压力有所缓解 Process的股票折价已经缩小 而且Process计划在2023年9月前 实现其其他电子商务投资的盈利能力 独家报道 随着人民币贬值 中国出口商利用货币互换来保留美元 路透社 中国出口商正在使用货币互换来避免将他们的美元收入兑换成人民币 以免错失美元潜在的收益 这种互换允许出口商将他们的美元存放在银行 并以人民币的形式取回 但通过一份最终会逆转流动 并将美元返还给他们的合同 人民币今年迄今已对美元贬值超过5% 并且由于外资流出导致其进一步下跌 自由派人士发出警报 呼吁拜登加强竞选连任的宣传 华盛顿邮报 进步派民主党人警告称 为了激励党内左翼 并确保他们在2024年选举中的支持 拜登总统必须明确阐述一个雄心勃勃的自由派议程 一些自由派人士对拜登的完成工作竞选口号 以及他在犯罪、环境和移民等问题上 转向中间立场表示担忧 其他人则认为 在气候适应、学生债务减免和垃圾费用等问题上 拜登的表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然而 一些进步派人士担心 随着拜登过渡到竞选模式 并适应由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执政 白宫正在疏远他们 气候活动家批评了拜登在西弗吉尼亚州 加快推进一项有争议的石油管道 和批准了被环保主义者反对的威洛油田项目的决定 他们还批评他 最近声称他的环境政策实际上宣布了气候紧急状态 并呼吁他真正宣布一项 以应对极端天气和其他威胁 一些进步派人士担心 拜登吸引中间选民的愿望 将导致更加明显地向中间转变 另一方面拜登的盟友认为 他一直在寻求自由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平衡 并为中产阶级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他们指出他的立法成就 成功的债务限额谈判 以及对民主党来说超出预期的中期选举 针对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子公司 因瑞士信贷债券问题而提起的集体诉讼 日金亚洲 日本的66名零售投资者正在对三菱日联摩根式单利证券公司提起诉讼 原因是该公司销售的瑞士信贷发行的ATE债券 投资者声称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债券风险信息 而这些债券在瑞士当局将信贷与瑞银合并时被抹去 投资者正在寻求3500万美元的赔偿 印度7月份禁止出口后 全球大米供应紧缩 路透社 自印度在7月份禁止出口一种关键品种的大米以来 泰国和越南等主要出口国的大米价格已上涨约20% 这导致全球供应更加紧张 进口商争相确保供应 交易商预计其他出口国也会实施类似的供应限制 以确保国内食品安全 这将进一步加紧供应 英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表示 制造的电动汽车数量超过了消费者的需求 英国每日电讯 汽车经销商V2 Motors报告称 英国新能源汽车EVA的供应超过需求 导致制造商削减价格以销售库存 这是英国政府在实现零排放目标的过程中 推广EV的一部分 英国汽车制造商协会SNMT透露 到目前为止 2021年英国生产的汽车中有近五分之二 是EV或混合动力车 而在2020年同期则不到三分之一 然而英国生产的大多数EV都出口到欧盟 美国和中国等市场超过五分之四的 EV出口到这些市场 流媒体服务变得越来越昂贵 专家表示价格上涨将持续下去 加拿大CBC 据行业观察人士称 加拿大人在流媒体服务方面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因为迪士尼加和Spotify等平台的价格上涨 根据专家的说法 订阅一个价格合理的流媒体平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消费者现在发现自己需要多个订阅 才能访问他们想要的所有内容 市场研究公司Serkina的副总裁兼媒体行业分析师约翰 不方表示 价格逐渐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公司以亏损领头羊价格推出服务来吸引订阅者 一些专家预测 并非所有的流媒体服务都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欧洲股市开盘上涨 瑞银提振金融股 路透社 周四 欧洲股市开盘上涨 金融股受到瑞银决定吸收瑞士信贷国内银行的推动 瑞银股价上涨6.3% 而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指数上涨1.4% 投资者还在等待关键经济数据 包括欧元区通胀初步数据 德国失业率和美国通胀数据 瑞士银行UBS在接管陷入困境的瑞士信贷后 实现创纪录的银行利润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每日电讯 瑞士联合银行UBS在紧急接管瑞士信贷后 报告了银行历史上最大的季度利润 在将瑞士信贷的资产负债表纳入后 该银行在截至6月的3个月内 实现了290亿美元228亿英镑的收益 该银行的股价今年已上涨30% 本季度的会计收益超过了摩根大通创下的之前记录 UBS还宣布将完全吸收瑞士信贷的国内银行业务 并可能导致瑞士的失业 超过40亿美元的超级基金 未能通过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的绩效测试 悉尼先驱晨报 根据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OPRA的数据 大约有64000个账户中的资产总额 接近42亿澳元30亿美元 被持有在表现不佳的养老金基金中 尽管监管机构的年度绩效测试 显示有9个表现不佳的MySuper产品已退出市场 但金融专家警告称 由于税务原因 客户可能会发现很难转移他们的投资 测试显示 一个MySuper基金和96个受托人指导的产品 大部分由AMP和Insignia拥有 未能达到基准 试试况 非洲首次气候峰会的关注点 路透社 下周将在肯尼亚举行非洲首次气候峰会 预计融资和非洲在即将到来的全球谈判中的谈判立场 将成为峰会的主要议题 峰会将发布内罗币宣言 代数非洲在11月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 对气候问题的立场 预计将宣布价值数亿美元的融资协议 包括债务换自然 常规债务 股权和碳信用 峰会还将宣布 非洲碳市场倡议 ACMI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一项协议 此外 峰会还将提出一种新的国际融资模式 以帮助负债累累的非洲国家履行债务 并为气候行动分配资金 非洲国家还将呼吁赋予国家捐助者 履行先前的财务承诺 帮助非洲应对气候危机 还可能公布保护森林和海岸线资源的跨国倡议 绿色和蓝色长城的提案 汽车经销商表示 制造的电动汽车数量超过了驾驶员的需求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汽车经销商V2 Motors表示 电动汽车EV供应过剩 制造商削减价格以销售过剩库存 供应过剩是由于EV生产增加 制造商想因政府推广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政策所致 今年英国生产的汽车中 近五分之二是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 而去年同期不到三分之一 这些车辆中的大部分都是出口 超过80%出口到海外市场 尽管产量增加 但汽车产量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